当整容脸的风吹进央视时,张艺谋的担心是对的,连赵丽颖,郑小龙都犯车,正如张艺谋所言,演员的脸动一点整体就会发生改变,但是总有一些演员对自己的容貌产生焦虑,非要走上一美的道路,为了一时的掩耳道零搭上了自己演艺生涯的口碑,这真的值得吗? 由郑小龙导演拍摄的年代剧《南来北往》终于在万众瞩目中拉开了帷幕,选择这部剧作为过年期间的主打剧可见央视对郑小龙导演的信任,《南来北往》这部剧不管是从那个角度来说都是金牌制作,光是在预热期间央视就不止一次地亲自下场进行宣传,剧中扑灭而来的年代感让观众们看得是拍案叫绝,多位国家一级演员的助阵更是让这部剧瞬间提高了档次,没想到正式播出之后观众们确实 打出了差评,剧中的整容脸实在是多得让人无法言说,光是看见这些脸都无法进入到戏中,真不知道郑小龙导演是怎么选择的角色 对于年代剧来说演员的长相自然是尤为重要,观众们希望看到的是一张具有年代感的脸,而不是高科技 很显然整容脸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标准,正是因为这些整容脸的女演员让这部剧成为了败笔所在 整容脸引发争议,早在官宣金晨作为男来北网这部剧的女主角时,网友们就对这一决定表示质疑 金晨的脸现在时常看长新,怪异的和网红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样一张高科技的脸来出演年代剧那简直就是混搭 果不其然金晨一出场观众们脸都黑了 说这张白皙透亮的脸是吃苦多年的求人家的女儿 恐怕郑小龙导演是没见过求人吧 马燕的父亲马葵入狱多年,整个家里全靠母女俩之称 多年来的辛苦劳累怎么可能会出现金晨这样一丝不挂的脸 就算是装也该装个样子,好歹在装造上下点功夫 就看金晨这瘦的和纸片人无异的身材让她去劳作 观众们都怕把她的小腰折断了 这小体格根本就不符合马燕原本的人设 强行出演只会让观众们频频出戏 更别提金晨的这张蛇精脸怎么看都觉得不舒服 鼻子高耸入云就像是带了一个高鼻托一般 脸上的苹果肌更是稳稳地固定在脸蛋两边 就算有夸张的表情都稳如泰山 而金晨的嘴更是一发不收拾地歪得不像话 就算是没有表情的时候都像是在邪魅一笑 观众们看得也是不免得觉得金晨太油腻了 年过三十的金晨脸上却是干净的连一丝皱纹都没有 镜头打在金晨的脸上甚至还要反光 这一看就是科技的狠活留下来的后遗症 金晨顶着这张别扭的脸连最基本的表情管理都做不到 一旦有做大表情的时候金晨的五官就挤在了一起 真叫个笑得比哭得还要难看 选择金晨出演女主角真的是整部剧的败笔所在 观众们一看到金晨的脸就被吓退了 更别提还能沉浸式的入戏 简直就是奢望 最重要的是金晨和白静廷之间实在是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 这两个人站在一起说是好哥们都比让他来演情侣要来的自在 胡可和丁永黛这对荧幕夫妻真的是让观众们看不下去 这两人之间的感情戏就和马葵在外面养了一个小三一样 外貌上的差距简直不是一星半点 丁永黛的脸上满是沧桑 有黑的脸旁一看就是受了不少打击 但是胡可的脸却是精致的不像年过四十的中年女性 这一看就是在脸上花了大价钱的 原本胡可饰演的妻子是一个为了家庭认劳认怨的形象 丈夫入语多年全靠着她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 按理说多年的操劳应该会让人苍劳许多 然而胡可的脸上确实丝毫未体现 就算没有化妆也能看到胡可脸上坑坑哇哇的痕迹 这一看就是一美过后的印记 胡可的演技确实在现 但这张脸是确实出戏 一旦遇到对脸的镜头 胡可脸上的小印记全都展现无遗 这张脸实在是与年代剧相差甚远 怪不得网友们调侃到原来马彦是遗传了妈妈的整容脸 这句讽刺真的是一语点出破胡可和惊沉的羞愧 原本的姜妍有着一张国泰民安的脸 但现在的姜妍却是网红脸 这样明显的差距让观众们根本不愿意接受姜妍的改变 姜妍这张肿胀的脸一看就是刚做完一美不久还没恢复好 一出场就直接吓退了观众 这追字脸都快扎到了脖子里 看得真让人甚得慌 特别是在对脸镜头下姜妍整个人苍白的没有任何的血色 这就更显得姜妍的脸分外别扭 高耸的鼻子以及僵硬的苹果肌 直接让姜妍的五官变得分外失调 姜妍在说话的时候 整个五官更是挤在了一起难舍难分 低血逃晕倒的这场戏看得有种小三庄可怜的戏码 只能说姜妍的这张整容脸让角色完全变了味道 观众们根本就无法被带入到剧中 南来北往真的是选角呈现两极分化 男演员是年代感的味道 女演员却是精致的不像话 郑小龙导演在选角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 竟然能选出一堆整容脸也是没水了 央视剧中的整容脸 近几年的央视剧也没有逃得过整容脸的侵入 看着这一张张假脸观众们真的是一点看剧的兴趣都没有 这也正是现在国产剧越来越经不起推敲的原因 画媒这部剧真的是让观众们看到了别具一格的反特剧 先不说剧情就是打着反特剧的幌子谈恋爱 光是女演员的脸就让人看不下去 彭小冉饰演的庞红梅一出场观众们差点都没认出来 这张发面馒头般的脸和小峰简直就是判若俩人 真搞不懂彭小冉到底是哪里想不通非要去做医美 原本辨识度很高的脸在医美过后成了网红脸 这张脸精致的和瓷娃娃一般苹果肌原风不动的汗在了脸上不动弹 这就导致彭小冉根本无力做任何的表情 加硬的苹果肌已经是让彭小冉的整个脸变得舒服起来 观众们都不免地怀疑彭小冉是刚做完一美就无缝衔接近组拍摄 这才会出现这样一张崩坏的脸 连个最基本的表情都做不到 说个台词都是含糊不清和贝克文一样 女二号赵圆圆的脸更是如出一辙的突兀 在对脸镜头下赵圆圆的鼻梁和额头之间直接是毫无缝隙的链接在一起 眉风出更是有着明显的坑 这高清的镜头真的是将演员的脸部状态真实地展现出来 梅花红桃这部剧里的赵一欢风情万种 一身旗袍尽显妖娇的好身材 然而当镜头给到赵一欢的脸时 观众们都被吓了一跳 这完全就是整容整过了头 赵一欢的鼻子都能和额头连成一条线 尖锐的下巴更是有种兜不住肉的感觉 这张脸乍一看还有点吓人蛇 惊脸真是有了具象画 朱江人家这部剧中有两位不知名的配角让观众们看得是过目不忘 这两位配角和郭小婷饰演的女主角同一个戏班 可这张脸却是典型的整容脸 整个五官就没一个正常的 让人看得分分钟赶紧关掉屏幕 毫不夸张地说这两个人站在一起 观众们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这一看就是照着网红脸的标准去整的 如果不是画面里出现了两个人 观众们还真以为这是一人分尸两脚 刘亦彤饰演的团作夫人真的是让观众们大跌眼镜 一看演员表才知道刘亦彤竟然是宋志的扮演者 这两个角色可是大相径庭 刘亦彤的这张脸精致的连个皱纹都没有 皮肤更是紧致的反光让人看得还觉得刺眼睛的慌 最夸张的是刘亦彤的下巴 尖锐的就快包不住脸上的肉 观众们都怕刘亦彤笑的时候下巴会直接脱落下去 这张脸又肿胀又僵硬 米老鼠都发展成了整容脸 年龄对于女演员来说确实是一道看 但这也不是女演员寻求科技帮助的一个借口 演员靠的是自身的演技而不是颜值 颜值这口饭又能吃几年 有着医美的时间还不如把时间放在提升演技上 合适的年纪演示和的角色 演员贵在清醒且自知 这些整容脸的女演员正是对自己的定位不顾准确 才随不逐流选择以整容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颜值 殊不知整容才是毁掉颜值最快的方式 牵一发而动全身正是这个道理 一时整容一时爽 拍戏的时候肠子也毁清了 僵硬的脸又怎么做表情管理 这些整容脸做得再逼真在天然脸面前也是瞬间原形毕露 只会引来观众们的吐槽 对于演员来说作品才是自己的养老保险 一时的热度只是昙花一现 与其追求热度和时尚还不如追求塑造经典的角色 也难怪张一谋就曾直言坚决不用整容脸 老演们在选角的时候更应该谨慎 年代剧选择这些整容脸那完全就是为自己的作品带来了隐患 观众们也不愿意在年代剧中看到突兀的脸 南来北往这部剧正是败在了离谱的选举上 这些整容脸和别的演员就完全不是一个画风 整容脸具一窝的剧集能获得观众们的认可就见怪了 对于南来北往中的整容脸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精品长文创作季